各位同仁 想大家晚安 今天很高興這麼多朋友 這麼多同仁來關心這樣的議題 我想臺灣現在是面臨巨變轉型 這麼多朋友也都是關心這樣的一個發展的議題 我們今天是我們風險社會政策聯救中心 第八次的沙龍 沙龍與其言就是說是一個輕鬆的對談 所以我們待會就是會有些輕鬆的對談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他綠色能源轉型去動的轉經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的請到三位來聽三位 第一位我們很高興請到林全能源局長 大家好 我們第二位請到綠色工藝行動聯盟的議事長 請到綠色工藝行動的議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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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有一位特別來賓 就是我們的研究井提委 請到綠色工藝行動的議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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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麥克風的關係 這個科技就是有他使用的風險 所以像我們眾進所主張的人 由於這個… 綠色工藝行動的議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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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作為主持人 我想我大概有義務沒有責任 把我們今天的主題稍微再釐清一點 我想今天一開始 但是大家跟我一樣同時都會去思考 我們台灣今天實在是面對 非常多的轉型跟異變的挑戰 那對相當台灣在東亞在全球 日本發生了虎島事件 然後大家關心這個日本的輻射食品 到底… 輻射受污染 一生受… 輻射污染的食品到底能不能吃 那我們國內有很多食藍事件 我們去年發生了淘汰的期望 那我剛剛還跟這個阿板講說 我們沙龍其實要有這些 哲學的味道 那簡單來講就是 事實上我們上次的沙龍 我想有一位同盟也提到 一個比較深的問題 就是我們人類現在 我們台灣的人 現在面對的生存處境是什麼 我們是在尋求一個 怎麼樣的一個生存的處境 是一個經濟的發展 還是一個社會的認同 社會的發展的意義 那所以意義其實是 對任何的時代都是非常重要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 國外外出現的疫情 那這些都是一個意義的問題 那比較哲學性的想法就是 美國的哲學家海德格 他講這個存在的時間 就是人存在這樣的一個時代一邊 它存在的意義 面臨的衝擊是什麼 好 這樣的思考讓我來 讓我一直在 我有時候當晚上在想一件事情 我自己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跟大家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台灣其實現在面對的是 一個內區外國的一個情況 內區外國的情況 我想大家最明顯都會提到 像台大電最關心的 全球暖化的問題 氣候變遷區略的問題 或WTA 台灣要不要加入兩頭 這些外國的問題 我們內部的問題其實面對 很區域的這個產業轉型 社會轉型 還有政府次元轉型的問題 那依照今天的一個議題 我們還要面對一個能力的轉型 所以面對這麼多的轉型 事實上 我去年高雄七暴發生之後 我們召開了論壇 其實我也寫了一些文章 我覺得我們台灣其實這幾個轉型 整個社會轉型 產業轉型 政府次元轉型 都產生了帶動的延遲 因為全世界都在動 我們實際上 大家看到我們的民間力量很活躍 但是我們整個轉型的力量 出不出來 這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我想這個今天是大家可以來談的 好 在這樣的一個架構底下 我們今天可能稍微要來定定一下 什麼叫核色 什麼叫綠色 核色經濟 就大家思考 事實上從我們的一個社會發展的一個思考底下 它是一個壓迫型的 是一個社會不民主 社會分配不公平 然後它的風險分配也不公平 待會我想修一張 修一些圖 看看 為什麼風險分配不公平 它是土地的正義 在台灣拿來特別說一次的問題 所以台灣 那我們從很多的學術調查裡面 事實上看到台灣的民眾 事實上很急迫要轉向那種 要走向一個新的社會 可是這個轉向去轉不太好過去 所以核色經濟 它所造成的 即使是一個負面的風險的一個體系 是一個社會互相充斥不信任 政府跟民間互相不信任 民間跟民間互相不信任的一個體系 我想這是今天台灣非常大的用心 那所以我們事實上大家 我想也跟我一樣 都在想像 如何走向一個 綠色經濟的一個社會體系 那我自己想綠色經濟的社會體系 應該是一個 有趣的民主的 互相合作協作 互相努力的 大家追求環境爭利 社會爭利 追求這個 這個確實的公平 追求主義的爭利 追求風險 不要這樣子 隨便的這個 突起的一個 這兩個 從核色到綠色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當現場很多年輕朋友 關心的意思 就是世代證明的問題 事實上 這麼多的年輕朋友 為什麼會在前兩年走到街頭去 其實就是突顯 整個台灣世代證明 已經到了一個非常急迫的狀態 好 我想繡幾張圖 跟今天主題有點相關 這張圖其實是繡各國的 再生能源 含水力 佔總發電量的努力 那 由於不太清楚 我跟各位稍微報告一下 上面這一張是 十八年 它的再生能源發電比例在2013 這個橘色都是2013 各位看橘色就好 已經到40.8% 義大利到38.8% Sweden到53.2% Germany到25% Japan已經到13% 那 這個是南韓 台灣只比南韓一點點紅 我們是4.21% 再生能源的這樣 好 下一張 上面這一張是含水力的 如果我們把水力 扣掉的話 台灣的這個 在2013的再生能源 事實上 是到了2.多% 我看一下 到了2.13% 也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再生能源 從2001到2013年 事實上 佔全國發電量的比例不到百分之 那個成長的比例不到百分之 各位如果 像我們常去看世界各國再生能源的話 我們覺得我們台灣到底怎麼了 那我今天要講的 其實不是再生能源發展的數量而已 我今天要提的是一個概念的問題 我們做社會變遷研究的人 經常會看一個大的社會趨勢 這邊老一輩的人 至少30歲以上的人 都會知道在1970年代有兩本很重要的書 一本叫第三波 一本就是非常有名的 美國社會這樣 當地非常過工業社會的人來的 這兩本書都在描述什麼 一個 剛知識跟資訊 剛發展出來的一個社會的端 已經發展出來 可是各位看到第三波到了1993 過去倡議這個廣際網路 到1990年代中廣際網路 那種諮詢社會貿易經濟 到現在已經發展出一個社會經濟的一個體系 所以它絕對不是只是一個技術的體系 它會變成我們的服務業 製造業 跟整個社會生活體系的變成 各位今天可以看到就是說 世界樂果不會到前一章 世界樂果其實在2010的前後 已經非常努力在朝向一個低碳的社會 低碳的這個就是再生能力的一個客氣 所以我們可以預想快 剛剛我們還在談德國的4.0的這個經濟體系 跟這個都是有關係的 是一個End user Consumer End user的一個體系發展出來 所以在這樣的一般的體系底下 各位我是一直都非常憂心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台灣其實在這個部分 即使不是只有技術上落後 數量上落後 數量上落後 我們在整個社會跟自己的體系 其實是非常落後 如果15年後20年後 整個全球的經濟社會體系產生變遷 我們可能還真的是一個代工的社會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我今天要提的 好 那我們談什麼是一個 核色的經濟社會 我剛剛講核色的經濟社會 這邊講得有點敖啞 就是說這個 講說它是一個壓迫的體系 那這樣壓迫的體系是什麼 我想用這幾張圖來看 這是上一期商業作看 我想很多朋友都看到這一集 那這裡也不只窮屏之下 我們台灣人很多朋友才關心PMN 2.5 我們台灣目前2002 對不起 20128月這個的 防爆出行的分數是 日平均值只能到35而已 然後年輕均值到15 這是福利 各位看 這是福利的空氣 那如果以前常常去我們西頭 走 然後就覺得西頭五湖啊 通過很多人都是一些分多情 現在顯然都可能不是這樣的概念 這個是高雄 這是在大力圖旁邊的一個國小 那小學生們 也是會去拿一些使館去送到環保局去檢驗 這何其不顧 小孩子要接受這樣的一個風險 在這樣的一個空氣污染的狀態底下 各位看這一章 這是前天的新聞 這個彰化的這個大塵 大塵香的兩個村落 我也是彰化的 我們的鄉親牧牢 他們可能也是說到 在冬季南風吹來的時候 在夏季南風吹來的時候 六星的這個牧牢 所以他們體內的自來物 中金鼠跟各種自來物都比 甚至比影響顯高 甚至比影響顯高 那這樣的一個 合攝的一個經濟體系 事實上讓大家去承受 各位可以看到這一章 這個主角在這裡 田偉言在這邊 他們是對於這個 台灣很多各地釋放的這個 中金鼠跟烏覽 對我們的視頻在請命 我想這個都不是新聞 在台灣這些真的都不是新聞 但是怎麼辦 我們長期處在這樣的地方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 台灣的左營 他的PM2.5的這個平因值 都比事實上也是滿高的 那現在最新的數據出來 當然是假意識是最高的 那大家就在看這個位置 假意識的PM2.5 是不是南北加起來 北右六七南右高雄這樣子 那這些數據 那這一張就是六都 他的PM2.5 他的平因值都是不影響的 所以這個是 顏色葉深的當然就是PM2.5的 烏覽最高 所以大家都一直覺得 以前當然講說 南投要當台灣的瑞士 要很多 很多大家去那邊休養 顯然 南投不是要做這個長照的中心 顯然它的空氣污染 在這個部分身上 已經不是一個 那這些東西顯現的都不是只有一個空氣污染 它是整個台灣的整個經濟跟社會結構 產業結構必須要面臨著 那一個問題 好 所以怎麼樣走向一個綠色的經濟 我想這邊我就不多說了 這可能是幾個異象圖 一個互相協力的 大家互相信任的一個 從社會發動的一種 經濟跟生活體系 然後這個 這一張圖吳嘉穎教授 以前報告把它拿來用 青江家跟在地的勞力 我想這也是一件正在實踐的做法 那包括最新的 我們講雲端 最新的工業四點底的 也就是說 我要講的就是說 事實上 整個世界的趨勢跟潮流 實際上已經產生非常大的電動 那我們今天 我想現在如果有工業群的同仁在這邊 一定會跟我阿勤說 對啦 這個南風吹來的 這個體內的這些民眾的 也不一定是跟六七有關係的 然後也 我也另外有學者研究出來 也沒有那麼嚴重 那我想這個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一直要覺得就是說 我們今天台灣其實是 處在這樣一個 和射經濟社會的頂範 沒有到達想過去 那我們真的可以思考一個問題 台灣哪有一個 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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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 一些想法 中益 比中益的博士的帶領下 我們最近 其實 我們跟他們其實做出了一些發現 就是說 GDP跟碳排 事實上 在世界各國的發展裡面 在德國跟英國 大概在1990的時候就破功了 就是說 GDP往上走 然後碳排是往下走 那日本 韓國跟台灣 都是那個斜線都非常高 意思就是說 我們GDP跟碳排是 是路向拉高的 那尤其 各位去看韓國那個斜線 看的蠻恐怖的 所以剛剛雖然也在看韓國 所以 那首先 我們這兩年又做出了一個比較新的資料 這個王偉根他做出了一個比較新的資料 就發現這兩三年來 或是這四年來 台灣的GDP跟碳排也慢慢來脫通 那各位可以想像 過去的核色的 這個經濟的模式就認為說 產業發展一定要用電 用電一定要用什麼電 我想這個就是非常合色的思維 如果說我們今天的用電是一個再生 一個多元的發電的話 其實它的碳排會下降 那大家知道我們非常多的這個是燃燒 燃燒銘才會產生這麼多的碳排 那我看過一本書 其實它有一個意境之一去講說 其實未來的能源會像廣季冷物一樣 每一家每一戶大家都可以上網去看 我今天生產的電賣給哪一個區域 哪一個區域的電不足 我可以補足它 事實上可以用網路的概念來看 這也是新的一個能源轉型的一個概念 那所以當然特別 我想無論是局長或是賴子市長都提到 能源的多元化分散化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尤其地方政府怎麼開始來做 這個非常的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特別我想也待會我想 阿乾大概也會特別想要這一個部分 我們談我們台灣過去的社會發展 在1980年代末 是在爭取政治的民主化的 當時在爭取政治的民主 也在爭取社會的民主 當時1990年代有所謂的社會群的概念 民進群的概念慢慢出來 到最近10年來 應該是說2000年以來 其實開始有科技民主的概念 開始我們現在開始能源民主的概念 那這概念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像局長講的是要跟民間夥伴協定的話 其實我們政府的資訊透明 資訊的透明 台電的資訊透明 大家共同來努力 共同來監督共同一個共識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這個講起來都不是坐在這邊講的 因為這個是目前看來是非常困難的一步 因為資訊透明不是資訊公開把資訊透明碼 通過以後就可以開始這個 所以這一部分也就是說能源轉型的最後一領路 其實跟這個軟體的設備 就是整個資訊透明 整個政府的治理思維 還是有非常大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要一起來理解 那個就是很基本的 大家都會覺得說發展這樣的標準 尤其是政策 政策剛剛其實幾位演員 其實都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 譬如說政策很非常有誘因 像Milk的總理 其實他會去規定 如果汽車每一個liter 你排放必須 或是每一個liter必須要到幾個歐元 或是你每出一台車我就把你幾歐元 其實這是一種在環境管制跟整個政策誘因底下 是會造成它的創新群動 那最近就是OECD其實 最近就是release一個資料 那我們的團隊最近也在討論這個資料 就是說全球各國如果環境管制比較嚴格的話 會不會造成經濟成長的資質 剛好相反 那各位其實從今天現象可以看到 我們看到歐洲有一些國家 它的環境管制都比較強 但是它的經濟跟整個社會是一直強 那我要提這個主要是說 我們台灣其實現在面對了這樣的一個難題 就是說好像電價水價要去轉動的時候 好像一定產業界就會哇哇叫 那我覺得就是說如果 那我要講就是過去的思維 那因為政府在這個部分 我有想我們藍綠都會遇到一個這樣的挑戰 遇到這樣的生意的時候 它就會退縮回去 那所謂我們剛剛提的是說 總體的一個台灣有沒有清楚的政策的 能源政策的藍圖然後釋放給人民支持 我想這個部分是大家要一起民意 那像我個人其實就有一個小部分 綠店 其實申請利店其實就是說那個帳單欄 一定會可以申請一個利店的電話 那為什麼變成就是說 這個台灣在民眾在任務的利店 都不會變成一個工廠 我想這個是整體社會配套的一個過程 大家到底這個思維是放在哪一個角度底下 我想這個是一個大家可以一起來 譬如說像汽車給我好多的要求出來的時候 或者是說今天這個 你要求化石燃料股票降低的時候 其實變成會去形式 像其實現在台灣的石花業會面對的是 如果中國大陸跟東安亞石花業的競爭 量產也比較規模超過台灣 所以像類似的東西其實我覺得台灣有一些東西 的確是工部門跟民間部門還要多做合作 那譬如是讓產業不能生存 而是你要透過這種機會有一些誘因跟刺激 讓它能夠創新 我覺得我覺得我們台灣其實有一些東西 結構性的東西都留在那邊 它一直沒有動 所以就變成好像兩邊在衝擊 所以往往媒體上都會出現一個觀點 台灣的環境保護跟經濟發展是衝突的 那這是非常錯誤的觀點 你從我們今天幾位與台南的所法裡面 其實都可以發現一個趨勢 當一個社會它的這種環境跟這個相關能源的轉型 做得越成功的時候 其實它的創新它的競爭更快 那當然這裡就不是只有講經濟上的層面 包括整個社會的骨子 整個社會的健康 有序這些都是滿足的 非常謝謝三位你也很好 我們最後其實大家都提到一件事 這個不只是一個自俗層面 也不只是一個法規 也不只是提升到政策層面 最重要我想阿甘剛剛特別提到 一個個人行動的層面 那當然它的話裡面當然 implies說 如果法規跟制度能夠促成個人的道德行動 變成一個普遍的行動的時候 現在有點哲學吧 變成普遍的行動的時候 有誘因的時候 有這個externity 有這個額外性的時候 其實大家會去促成來做這種事 那其實台灣真的是 每次聽起來都覺得還是充滿希望 那但是台平場看起來好像每次都沒有希望 每次新聞出來就是台電 就告訴你說沒有電 沒有限電 不夠 那我覺得這都是非常舊的思維 那我今天好像重新認識了能源局 這個就是說 這的確是說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台灣還是有很多開發的工廠 那特別剛剛幾位先進也提到 其實我們的廠商在某一些技術上其實都還蠻限制 只是因為沒有一個政策的論文 那當然這個有歷史上的一個重解 我有一個研究生現在正在寫一個論文 就是為什麼台灣的再生內容發展這麼慢 他現在一直問這個問題 好 那希望他這個問題能夠慢慢的提供一些比較正向的思考 我想今天非常高興也非常謝謝各位來參與這樣的一個沙龍 我們下次的沙龍會定在六月初 六月初 那我們今天我們下次沙龍會提到台灣 提到台灣面試環境含動量的問題 大家比較關注這次中科股期 中部大陸的擴展案 其實這個跟台灣跟今天議題會有關係 台灣要發展經濟 但是環境成長又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要進行什麼樣的調配 我想這就是大家要一直問我們關注 我想今天非常 再次謝謝三位理念人 謝謝各位